欢迎收看有熊老师陪你教数学 我们在上一集介绍了比 那来想想看这个问题 多少比7是3比8 我们上一集所问的问题 这个比的数字都有点好算 以上一集的这个算法 即便它不好算 也是可以做的 我们怎么样 化为比值去想 所以一个算法就是化为比值去想的话 那么这个7分之X的话 它会是8分之3 那么这样子X会是多少呢 其实大部分的学生在国中的时候都有学过 就是这个交叉相乘 所以可以把它交叉相乘的之后的结果是21等于8X 所以你会发现X是8分之21 那其实就是交叉相乘的这个做法 完全一模一样的做法 只是我们在比的时候给予另外一种的说辞 老师会跟你讲这么一句 内向乘机等于外向乘机 就是4个东西吗 他说这个里面的这两个叫内向 外面的这两个叫外向 所以这个比例写成这样子一个有方程式 左边这个比等于右边这个比呢 我们取一个名字叫做比例式 就是在讲这个等号两边都是比的 这个式子叫做比例式 其实不用特别记 就是它就是一个方程式 这个方程式左边是一个比 右边也是一个比 那这样子的话呢 课本的说法就是内向乘机等于外向乘机 所以8X等于21 8X等于21 所以X是8分之11解除X 那为什么会这样子 为什么可以这样算 其实就是我们刚刚讲的 它其实就是一个交叉相乘的概念 那我们来看下面这个问题 也就是说我们慢慢的去习惯 在式子里面其实是有未知数的 所以像这一题这样 X加2比24会等于3-X比7 那么这一些数字其实是多少呢 你会发现内向乘机等于外向乘机 它其实就是交叉相乘的概念 所以2乘上3-X会等于7乘上X加2 6-2X等于7X加14 9X等于负8 X其实是9分之负8 可以吗 在国小的时候我们学校叫他相乘 那你们不知道有没有问老师为什么要这样做 或许老师会跟你说 因为这样做的话就会对啊 因为的确叫他相乘就怎么样 会相等啊 但是为什么会相等呢 在我们国中学过了方乘式计算之后再回来看这件事情 一切就有了一个合理的解释 但是因为方乘式计算的原则嘛 我要解除X所以怎么样 我可以在等号两边同乘3又同乘7 那他这两个都乘3又乘7 于是怎么样 自己的这个分母就约掉了嘛 所以你就变成是乘到了对面的那个分母 所以就看起来好像是交叉相乘的对不对 所以这一题最后X是7分之15 那这个就交叉相乘的原因啦 在国小的时候因为没有学方乘式计算 所以也不好讲 2分之X加2比3是3分之X减3比7求X 所以怎么样 内向乘7等于外向乘7 所以3乘上3分之X减3就X减3咯 2乘上2分之X加2乘7是 X加14 于是等号两边再同乘2啦 所以2X减6等于7X加14 于是5X会等于-20 X等于-4 这是这一题 大家看这一题呢 我怎么知道这个X比Y的比值 其实我们之前解二元一致方程式有说 两个位置数一条方程式 这样子会解不开来这两个实际上的数字 但是你会取到他们一个关系 这就是一个关系 那你要如何取他的比值呢 先把他倚向到对面去 可以啦 这样子有没有比较眼熟 其实有没有倚这一步是没有不一定有差 这样有没有比较眼熟 接着我们说你要求X比Y的比值我来提示 这个求Y分之X 其实你X比Y的比值就是Y分之X 所以把Y除下来同时也把2除下来 除过去 所以Y分之X等于2分之-3 这个就他的比值了 对不对 这就是X比Y的比值 3比5是3加X比上5加10 那么求X 那我们先用刚才的方法 内向相乘等于外向相乘 所以中间这两向相乘的时候是 15加5X会等于15加 30 这样子 那所以你就会发现5X等于30 X等于6 是不是 那么这一个小小的问题 我们让我们回想一下以前教过的两件事情 第一个叫做提拉米苏定理 那这个定理其实是我自己发明的名字 那我们那个时候说什么 我们说如果你有一块提拉米苏 上面比下面是 就用他的这个比 3比5的话 那么你把它切一刀 切出来这一刀上面跟下面 仍然应该是3比5 对不对 反过来说你有一块是3比5 如果另外一块并起来了之后 整块上面跟下面还是3比5的话 如果你这个数字跟整个的数字是一样的话 那么并进来的这个一定也是3比5的 所以呢你会发现这一题 3比5 它是3加多少比5加多少 这个5加多少还是3比5的话 这个x比y一定会符合这个3比5 所以x比10 所以x其实就是6 这样子也可以找这种想法 那另外一个想法是什么呢 其实这样子的问题就有点像斜率啦 对不对 它有过它的这个斜率固定 是3比5这样子的一个斜率 斜率也是一种比值嘛 那3比5这样子的一个斜率呢 所以它从3这一点到加多少的时候 它的y会从5这一点到加10 所以这个地方是加6 这次稍微补充一下 来看刚才留下来的第四题 2a比-b等于3比4 所以a比b 那么在这一题我们来学习一下这个比例式的计算 2a比-b是3比4的时候 其实我们可以做一个动作 那个下一集会来教大家 为什么可以这样做 在这一集先学起来就好 2a比-b是3比4 我们可以把它除2 那它是不是变a 所以2倍的a比-b的时候是3比4 那么1倍的a比-b的时候呢 应该是3的一半1.5比4吧 对不对 2倍的a比b是3比4 那么如果我只有一半呢 那所以就是1.5比4 比的是-b 那如果今天我要比b呢 a比-b的时候是1.5比4 那如果a比正比 我们那个时候 我们之前没有讲过 去掉负号 其实跟加上负号都是同一件事情 就是乘以-1 所以你把它乘负1 那这里应该也是乘负1 所以是1.5比-4 然后你让它变简单整数比 是3比5-8 所以这是它的答案 对吗 对吗 既然如此 那a加b比a-b呢 我们可以这么想 a跟b是3比-8 那3比-8加起来的话呢 就是3加-8-5 那减的话呢 就是3-8-11 所以是五分之十一 那一样的 其实我们这个要到下一次上课的时候 才会带大家解说 为什么可以这样算 在这里我们先看一个感觉 你应该看得出来这个感觉吧 对不对 这是3比-8 那然后a加b的话就是加 a-b就是他减他 为什么要一直在提醒说下一集才会介绍的原因 是因为这里3比-8 其实它不是真的3跟-8 它其实还有一些倍数在啊 像我们刚才那个 不是刚才 那个上 第二十集的时候我们讲这个柠檬汁 对不对 几颗柠檬 几杯红茶 我们后来比出来是 这个3比2嘛 3比2不代表就是3杯2杯 而是说如果他是3杯他就2杯 如果他6杯他就4杯 所以这个3比-8只是一种比例而已 只是一种倍数而已 那这个到底几倍我们还不知道 但是我们就可以这样做了 下一集再来说明 来看底下这个a比b会等于c比d的话 我们上一集有稍微整理一部分 在这一集再整理更多 我们上一集有这个a比b等于c比d的话 我们说因此 a比c其实是b比d嘛 对不对 那于是呢 这个a比b会是c比d 我们可以把它化为分数 我们可以说b分之a会是d分之c 接着这个 所以这边我们可以化为分数 也可以说c分之a是d分之b 那你会发现呢 这个会等 这个写法等于这个写法 为什么 因为你交叉相乘起来 你得到的结果都会是ad等于bc 这个乘起来 这个乘起来也是ad等于bc 对不对 把这个抄在你的笔记上面 那我们再来看一次 所以我得到四个笔 a比b等于c比d的时候 我不但可以整理出a比c等于b比d 就是这个笔是这个笔 你还可以整理出怎么样 化为笔值化为笔值这个笔 还有他化为笔值化为笔值 这两个相等 这两件事情会一样 因为他们交叉相乘起来都是这个 后面的题目 尤其到国三之后 有的时候他题目问的是这个东西 其实他要你算 他要你取得的是一个比例 透过这个比例再推成这个 我们举一个实例来说明 比如说 3比4等于6比8可以写成是3比6是4比8 对不对 那3比4是6比8 所以3分之3是8分之6 所以3比6是4比8 所以6分之3也是8分之4 所以怎么样 3乘8是6乘4 所以他们全部都是可以互相推导的 可以吗 那我们今天的课上到这里 这是作业 因为作业要多练习 好不好 要不然学过的东西容易忘 作业都会放在网路上让大家下载 那我们今天的课上到这里